全世界范围内中文最好的人是哪里人 你肯定会说是中国人 但是我要斗胆提供多一个选项 那就是马来西亚华人 你有没有听过梁静茹 光良 戴佩妮 曹格的歌曲 你有没有看过网络辩论节目里的 颜如惊 吴建彪 电影里的杨子琼 打羽毛球的李宗伟 他们都是马来西亚华人 当然包裹我也是 也许我们说话都有一种特殊的口音 但其实我们的中文并不差 其实马来西亚华人绝对是除中国大陆以外 对中华文化 中文教育保留的最好的一个群体了 而这一切其实来之不易 马来西亚华人为了留住中华文化的根 所付出的努力可以用四四个字来概括 叫艰苦卓绝 马来西亚大约有三千二百万人口 其中华人占七百多万 占比百分之二十三 华人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种族 1952年以前 马来西亚的学校分为三种 马来语学校 中文学校和泰米尔文学校 泰米尔文既是印度语 马来西亚的第三大种族 是印度人 1952年 由土著马来人掌控的官方宣布 全国学校必须统一用马来语课本 马来语教学当时的华人社会激烈反弹 这时一位出生于福建永春的华文教育工作者 林连玉先生带领华人一起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抗争 最终官方同意保留中文小学 而华文中学可以在政府不拨款资助的条件下继续开办 因为他的抗争 林连玉被取消了教师资格 并被剥夺了马来西亚公民权 他被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尊称为族魂到现在 马来西亚依然保有六十所华文独立中学 我们简称为独中 除了英语和马来语的语文课以外 其他的所有学科都使用中文教学和中文教材 如果你遇到马来西亚华人 你谈及父亲 他会因朱子卿的背影而落泪 你看到电影里的黄包车 他会说说骆驼翔子和虎妞的爱情 你感怀 独在异乡唯异课时 他会应贺 每逢佳节被私钦 我们对中文教育的认真 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华语只是我们在国外的第二语言罢了 我们是认真的 我们是全套华文系统教育 1993年 央视和新加坡广播局联合举办了 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会 上海复旦大学代表队获得冠军 一举成名 当年的四变就是后来成为最强大脑主持人的蒋昌健 这场思想家唇枪舌战的大赛 在世界范围内点燃了中文使用者的激情 马来西亚华人也不例外 仅仅四年后 马来西亚大学的四位代表 就用我们那独有的马来西亚中文口音 在第三届大赛总决赛中 击败了首都师范大学代表而夺得冠军 当时也许就是中国的广大观众们 第一次领略到了马来西亚人的中文水平 马来西亚的中文学校真的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人才 你在各大世界五百强企业高管名单中一定能找到马来西亚华人 因为我们以中文作为根基又同时具备多余语言优势 而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在欧美企业走进中国以及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发挥了我们的能量 回到独钟的话题 教育是很花钱的 而马来西亚的独钟是得不到政府拨款的 那么这些学校要开办下去 钱从何而来呢 答案是当地华人的捐助 如果你认为捐款的都是有钱人 那就错了 有很多生活并不富裕的生斗小民 小商小贩为了中文教育捐出了他们大部分的财富 当年在我们那边的那所学校 其中一位每年捐款最多的人 就是一位在街边卖冰淇淋为生的老伯伯 就是这样的一个老人 却把大部分的收入捐给了我们华人学校 当你大热天在吃着冰淇淋的时候 大家的心里有着什么样的感慨和滋味呢 林连玉先生曾经说过 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我们的学校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堡垒 马来西亚华人为维护中华文化和中文教育 付出了很多 而我们现在也因为中国的强大 而在世界舞台上站得更直 感谢您看到这里 我仅以此视频献给林连玉先生 沈穆玉先生 以及所有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做出贡献和牺牲的马来西亚华人 如果您有此视频收获了一些感动和斗志 那么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